Goblet Goblet 吸吸可危 是一個二人遊戲 它是由一塊十六格的棋盤 十二粒深色 十二粒淺色的棋子組成 每組款式有三同棋子 每同棋子分別有四個 由大至小的棋 只要將四個屬於自己顏色的棋 不論大小排成可見的直線 或者斜線就為之贏 開始的時候 將自己顏色的棋放在棋盤之外 玩家需要輪流將手中的棋放在棋盤的空格之中 每次只能放一隻棋 要留意 棋子的選取是有規則的 必須是由大到小 用完一筒才可以再用另一筒 玩家除了可以放一隻新棋在棋盤上面之外 也都可以移動一隻已經放在棋盤上面的棋 將它放在其他空格 又或者用來吸住其他比較小的棋上面 而棋盤外的棋 必須要放在空格之上 除非自己的棋處於危機狀態 即是對方其中三粒棋已經形成可見的直線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用棋盤外的新棋套住這三粒棋其中的一粒 如果玩家已經碰過棋盤上面其中一粒棋 就必須要用它 如果你移走自己其中一粒棋 而棋子當中早有對方的棋的時候 同時又令對方連成一直線的時候 你就會在這個賽事中落敗 所以記憶力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Goblet 適合7至99歲人士 兩分鐘內就可以掌握遊戲的玩法 每局對戰大約是10至15分鐘 它除了是一種遊戲之外 也是一個十分美觀的擺設 Cup Cup Cry 是一個挑戰記憶力的策略遊戲 你絕對可以獲得無窮的樂趣